那我们基督徒 我们怎么看待 愤怒这件事情呢 我自己很多年 我是觉得我不应该发怒 因为我读圣经的时候 都是发怒 是愚昧人做的事情 发怒都是不聪明的人 都是欲望人 圣经真言书当中 有很多这样的经文 但是呢 我仔细看了一下 生气却不要犯罪 不要含怒到日落 还有呢 就是不轻易发怒 圣经没有说你不要发怒 说是你不轻易发怒 大有聪明 还有呢 就是人有见识 就不轻易发怒 此类的经文有很多 大家可以到网上去查 我就没有摆太多 我明白说 其实我们是不轻易发怒 不轻易发怒 所以呢 这个我们作为基督徒来说呢 我们知道怒气是从神而来的 我们不轻易发怒 如果不轻易发怒 是我们的这个目标的话 那么我们的难题可能就又来了 所以发怒这件事情太轻易了 一不小心就出来了 有时候怒气出来的时候 自己都不知道从哪来 我常常是这样 我是很 怎么说 我是很能忍的 有生气的时候 我就想我忍一忍 我要心平气和 我要忍一忍 忍一忍 忍一忍 我不知道忍到哪天 就爆出来 然后就 那个效果就特别的惊人 全家人都被我吓 吓坏了 然后我自己也把自己吓坏了 怎么会突然就失控到这个程度 每次都傲丧好几天 就是心里特别的沮丧 觉得哎哟真的是愚昧人啊 因为每一次的当我忍了忍 忍不住 爆出来这个怒气呢 我可能发怒半个小时 但是我可能需要花十天的时间 去修复跟家人之间的关系 不知道大家有没有 人跟我是有同感 就是发怒那一瞬间呢 就是出来 而且越发越怒 然后后面就要花时间去 重新的去修复这个关系 要花很长时间 所以我真的是 那个时候开始学习 我觉得一定要制服我 生命当中这个巨人 拦阻我的 那么 其实生气是提醒我们一些事情 就好像那个车上 我们那个仪表盘上 如果有警示灯亮的时候 你一定会把车停在路边停下来 你不会再继续开着这个带报警的车 继续往前跑 因为这个车已经提醒你 它现在有问题了 你再开的话就不安全了 所以呢 当我们生气的时候呢 就是我们生气的时候 不要等到愤怒的时候 生气的时候呢 心里有怒气 意识到的时候呢 也是我们要靠边停车的 我脑子